唐前诗歌概述 中国诗歌的历史远远流长 我们以唐作为分界点 从唐往后 我们熟知唐诗诵词原曲 而在唐代之前 我国的诗歌从时间上可以分为 先秦 两汉 魏晋三个阶段 先秦是我国诗歌的源头 诞生了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 以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处词 先秦时期的老百姓都酷爱唱歌 他们总是喜欢通过唱歌 来展现自己的生活 诗经便是这样一部名歌作品集 老百姓每天下地干活 就唱《罚弹》这样的劳动歌曲 青年小伙子要娶新娘 就唱硕人这样的喜庆的歌 外国的老百姓赋税繁重 生活艰辛 便编成了一首硕鼠来骂统治者 倒霉的秦国地处西北 经常要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 无疑这样的战歌就最为著名了 诗经中的作品从方方面面反映了百姓的生活状况 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楚词则是一部文人诗歌集 其中最有名的诗人是战国时期的屈原 屈原一生爱国爱民 满腹才华却得不到君王的重用 反被流放到南方的荒野 心情是何等郁闷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 《黎骚》《九歌》《九章》等一系列作品 来抒发内心的愤懑 开创了文人独立创作的先河 同时屈原在诗歌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想象力 他想象自己乘着凤凰拉着车 飞到天上去寻找天地 又乘着云朵去寻找落河的神女 这种创作风格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 屈原便是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汉代文人留下的诗就比较少了 而民歌成就则极其辉煌 汉朝的民歌叫做汉乐府 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 内容主要是描写汉代百姓的生活 汉朝的北方经常被匈奴骚扰 汉朝就不断派大军抗击 汉乐府中就有了不少表现战争生活的作品 比如《战城南》《十五从军争》等等 而在社会安定的时期 汉朝的百姓则更乐于唱一些 反映婚姻嫁娶的诗歌 比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莫上桑》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方面民歌继续发展 产生了《穆兰祠》《西州曲》 这样快制人口的诗篇 另一方面 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 文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不休 文人们便在诗歌中描写了战争的残酷 曹操的《浩里行》 王灿的《七哀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晋时期 社会迎来了短暂安定 朝廷的统治却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文人们不肯同流合污 便辞去官职 过上了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 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隐居田园 亲自耕种 写下了《归原田居》 《饮酒》等大量表现隐居生活 和个人志向的著名诗篇 《诗经》 汉乐府 南北朝明歌 构成了唐前诗歌壮观的明歌图景 屈原 曹操 陶渊明等 则引领了唐前文人的诗歌创作 唐前诗歌如此壮观 当然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了